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一个月前我扦插过一棵猪龙草 就是眼前的这一棵 它一直就在这个Zip Lock Bag里面 那现在我把这个塑料袋打开 看看它现在的情形 当时有三片叶子加一个小小的顶尖 那现在看起来是四片叶子 加一个新芽,新叶子 一个月过去了,应该是活了 现在还看不到它的根 因为我不想动它 但是我相信它是成活了 如果你对它的扦插过程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一下右上角 看一看我上次做的video 因为现在的天气很干燥也很冷 所以它暂时还会回到这个Zip Lock Bag里面 再过一段时间我再把它拿出来 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应该有笼子了 应该有那个Pitcher了 到时候再请大家看 另外呢,我还在两周前还牵插了两片叶子 这个呢是苦虫颈 Butterwood Butterwood呢它本身呢就是Succulent多肉类的 所以呢可以叶叶 我呢就摘了两片叶子呢 放在水苔上面 就是一层薄薄的水苔 我就是用了一个浅浅的塑料盒 一层薄薄的水苔 然后呢把这两片浦虫颈的叶子呢 平摆在水苔上面 这是两周半的样子吧 它就长了新芽出来 浦虫颈本身呢它是这个样子 它的叶子呢有一种分泌物 可以粘住那个小飞虫和 并且把它们消化掉 我的这一株呢本身也是幼苗 是差不多两周前和从朋友那里拿来的 冬天呢我的室内有一百多盆花 难免呢会有一些小飞虫 所以呢浦虫颈呢就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浦虫颈呢长得很快 扦插非常容易 它们呢不喜欢干燥 喜欢湿润的环境 另外呢也不喜欢强光照射 室内明亮的散光就很适合 理论上呢它们的根呢比较敏感 用纯净水呢最为合适 但是呢我没有 我就是用普通的字来水 长得很快呀 这是两周的情形 如果你有兴趣呢不妨一试 每天都能看到小叶子慢慢长大 蛮有意思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